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伊旺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极简期间不适合学理财 因为我之前说过 我答应大家在2019年 我们将会讲很多关于理财的这方面的话题 但是我要跟大家提醒大家一点是 如果你想跟上我们的脚步学理财 请你赶快把极简做完它 因为我现在回想起来 为什么我在极简做了大概要一两年的时间 其实相对来说其实是很慢的了 因为第一是我在摸索当中 就是我每一样东西我都要知道为什么我要扔 但是第二个最大关键点就是因为 在这期间我有学理财省钱 比方说有coupon或者是如何省钱 如何增加被动收入这些东西 因为每当我想省钱的时候 我就不会舍得扔 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点 而这一点也大大的拖慢了我极简的流程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其实我真的省到钱了吗 并不是 而是我们为了那些小钱 拖延了我们的时间 浪费了我们的时间 然后我们并没有更多的精力去集中学习 如何理财 如何去增加被动收入 或者是空出更多的时间 来挣更多的钱 像我还好的是 我把我的整理过程变成了资产 也就是说我在拍摄和扔东西的同时 我也在挣钱 因为我在用YouTube挣钱 所以我的速度慢 我觉得有情可原 但是呢 如果你们想和我一样 2019年开始准备理财的话 我希望你们在年头的第一个月份 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 把家里整理到自己至少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状态底下 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想 哎呀集结呢很难啊 怎么怎么样啊 我们肯定要花很长时间呢 但是其实经过两年的整理下来之后呢 我总结出了一个道理 第一关键点就是我们的情绪挡在我们整理之前 第一是不舍了 懒惰了 拖延症了 所有这种情绪把我们挡在那里 而这些当我们沉浸在这个情绪当中的时候 可能我们以这个时间 光沉浸在里面的这个时间 可能已经足够我们转手把东西都拾到完了 我自己的经验而谈呢 我发现如果没有这些情绪挡在前面 你几乎可以在一个月之内把家全部都集减完 那我那个就是我在微信上我有开一个群嘛 我现在已经开了第三个群了啊 就是大家里边很多观众很明显的就是 参加群以后几乎在一到两个月之内 就已经把家打理的井井有条了 那当然关键一点是因为大家都同一时间 天天讨论天天互相督促 每时每刻都在就是讨论关于极简方面的事情 所以更加督促他去做 但是也有一点不好处的是 也可能有的人太过于就是 就是整天在手机里边沉浸在里边 然后就没有时间打扫 所以就要看你是否真心的想要去改变你的生活 那通过这些成功案例来看的话呢 就表示你用一到两个月 已经足够把你家打扫的干干净净的了 不管你的家有多大 只在于你是否有这个决心 而等你全部都集减下来之后 可能你再学你再学理财 你可能有时候也会想 我之前扔掉很多东西很浪费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当你把这些东西全部清楚了 你的空间变成清楚干净的时候 其实更有助于你去思考 更有助于你去多出多余的时间 来去整理你的生活 并且可以专注的去学习如何整理生活 像比方说 我说过我2019年呢 我将会改变自己的形象了 去让自己更升级了 像有的观众朋友说 哎呀以往你的这个穿衣服品位呢 还是要增加 我那我就忽然觉得哎没问题 因为我的衣柜里边大眼望上去 可能不用超过20件或者30件衣服 而这20件30件衣服里边 我每一就算一件一件去升级它 我相信我以后的衣服 每一样衣服都会很好 因为我已经看到了我的未来 而且对我来说不难 因为我的衣柜衣服并不多 如果想升级的话也很容易 而且在我不乱购买的情况底下 我以前乱七八糟买的衣服鞋 包包那些钱 如果我现在理智购买 认真思考 然后再努力的学习 时尚这方面的东西 我相信我的衣柜变成很好 很适合我 将会指日可待 所以呢 极简到一个我们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呢 将非常有助于我们整个生活的升级 而其实真正的省钱理财呢 不单单是从小钱方面 你可能会说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的每一分钱对你的时候 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明的是 如果真的重要的话 你家里不会乱七八糟的东西 堆积如山 有些时候你觉得你是在省钱 这个不舍得扔 那个不舍得扔 但是其实你真的省到了吗 但你需要的时候你却找不到 而你的东西只是散落在那里 你并没有真心去珍惜它 所以你仔细想一下 你那样的行为真的是在省钱 真的是在爱惜物品 真的是用到了吗 可能这种 你觉得你是 哎呀我是在节省的这个思想 只有在你把这个东西扔掉之后 有一天你发现你找不着 或者没有的时候 你可能会想 哎呀我后悔了 我不应该扔了 我应该是留下省钱 但是可能只有那一刹那 你是才会觉得自己是在省钱的 或者是你觉得自己是浪费掉的 但是如果这东西摆在你家里 并且你并没有好好地摆放它的话 那这样东西就是在浪费 而且它不单浪费 这个物品本身 在浪费你的空间 在浪费你的时间 而在这种烦乱的环境底下 会让你的情绪更加加强 加大 而这种情绪将会阻止你生命中 每一件你想处理的事情 只要有情绪在前面一阻挡 所有的事情都被拖延了 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办法正常地进行下去 而我们学极简呢 不单极简物品 也要极简自己的情绪 等我们把极简全部都做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有空余的时间 清楚的头脑 非常健康的这种心态 来努力地学习 来真正地专注于升级自己的生活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在把自己的生活整理得非常非常好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 第一我们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 第二呢 平时被这些琐碎的小事 分散了我们所有的经历 而且呢 很多东西还没有开始做 心里边就觉得 哎呀我不行啊 哎呀好难啊 这件事情将会浪费我很多时间呢 其实你真正地做下去了 你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否难 是否占有你空间 如果真的占有你空间 就是因为只是因为 你并没有找对正确的方法 而并不是这件事情有多难 就是因为在接下来呢 我将会讲很多很多 关于理财啊存钱呢 被动收入的视频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现在集中火力 赶快的 比方说一月也好 二月也好 用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把家里快速的集减到一个 你可以控制的状态底下 可以找到一个非常好的系统 让自己不需要去思考 就知道东西该放哪里 就知道家里定时 什么时候 每个星期几点 我应该打扫 这样打扫可以让我越轻松越快 而且每天养成一个习惯 每周养成一个习惯 给自己整一个时间表格 这样的话呢 接下来的就是努力去 跟随你所 你所给自己定的这个系统 并且把它养成一种习惯 好了 今天呢 就简单的讲到这里 然后呢 主要是给大家提个信 如果你想开始2019年 整理理财的话呢 大家必须快速的 把生活集减到一个 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好了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啊 如果需要参加我们群的话呢 就来加我的微信 我的微信号呢 将会在视频下方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